下一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亞洲大學的林姿怡 然後我是來自高雄納馬夏的布農族 因為我會來這裡唱歌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現在線上歌手就是原住民很多 但是像我們布農族歌手就比較少 然後我就是像 可能就是像代表布農族前來參賽這樣子 然後就是我個人也滿喜歡唱歌的 對 謝謝 歡迎妳 妳的同學剛剛有幫妳歡呼 要不要跟他們打聲招呼 哈囉 謝謝你們 她在台上很有架式 你看光她這個樣子就好像 好像妳已經不是選手 好像今天妳是來參加校園演唱會的歌手 就當自己小心演唱會這樣 是 一定要有這種心態好不好 目中無人好不好 OK 來 要唱什麼歌曲 阿琳的《難得》 來自高雄納馬夏的林姿怡 有著布農血統的她 今天站在舞台上不只是為了圓夢 更是代表布農族而唱 而她會帶來什麼好歌聲給評審呢 我還記得我握著妳的手 天冷時候一起躲在綿杯中 那時我們不害怕犯錯 那時以為天空多遼闊 朋友都說妳後來變成多 成事比她純真坦白 那時候 體貼的人不再追入我 只說妳也有夢 她也有夢 雖然難得不必心痛 我以為我承受 以為我能好好過 我嘗試著快樂 快樂卻不陪著我 愛不會回來了 妳已經離開我 好開燈 我會也不說 悲憎靜靜靜靜靜靜靜居 不理會 輪胜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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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呢 我 以為我吳臭 宿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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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離開我 卻一直住在我心中 謝謝 謝謝 我覺得聽你唱歌是一種享受 那你給我的感覺就是很穩 你的颱風很穩 你的音色很穩 你的技巧很穩 還有你的情緒鋪得非常的輕鬆跟穩定 我覺得你是一個可以唱歌的人 謝謝 很棒 謝謝老師 下一位 明顯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財經初四一年級的劉克強 那我是來自花里南阿美族 那我平常的興趣就是唱歌還有打球 然後 其實這次參加初選的是 我跟老師請假來的 那老師說如果說我過的話 他就讓我請假 如果沒過的話 他就把我當掉 然後下學期再來 對 所以 然後還有 我還有一個小小的 不知道是不是怪癖 就是 我有一件事 非常不能忍受人家在我面前做 就是 是咬毛巾 我會看到有人咬毛巾 我會非常的 不舒服 頭皮發嘛 對啊 為什麼 咬毛巾為什麼 我不知道耶 我現在是要 真的喔 對啊 那你洗澡的時候會用毛巾嗎 可是不會咬啊 也對 一般人也不會咬啊 可是就是有些球員 因為我是球隊的啊 就是會咬衣服那個 我就沒有辦法接受 人家焦慮啊 比數差在 他這樣讓我更焦慮耶 對啊 那玩手指呢 可以沒關係 你玩 咬毛巾就不行 他您給我玩手指 好 對不起喔 這製作單位準備 看看你是不是在唬爛喔 我就講 我真的 結果你真的壓力很大耶 我就 就是沒辦法接受人家咬毛巾 我也不曉得 對啊 不好意思喔 不會不會 不要介意喔 好 那你要唱什麼歌 我今天要帶來的是 白天不農業的黑 好好唱喔 好 謝謝 如果你唱不好 我就咬毛巾 好 這比暗插還殘忍 好 請開始 我們之間沒有眼神的關係 沒有相互殘忍的權利 是在黎明混著夜奢侈 才有漸漸重疊的變革 白天和黑夜 只交替沒交換 無法想像對方的世界 我們仍堅持 各自等在原地 把彼此站成兩個世界 你永遠不懂我傷悲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像永恆燃銷的太陽 不懂那月亮的陰雀 你永遠不懂我傷悲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不懂那星星 為何會追跌 你的聲音 你的聲音駕馭這個歌 其實是可以的 就是其實這個歌有張力 然後其實你是有包覆這個歌 因為很多人唱這個歌 就會被這個歌包覆 不然就太吃力 但我給你一個建議 其實我覺得你在唱A段的時候 太油,有太多轉音 我覺得那個東西是不必要的 會影響情緒 是,像是 所以我覺得我有激勵到你耶 對不對 對 因為你很怕 我現在頭皮還在發麻耶 但是你就表現得很好了 好,謝謝 對不對 所以到時候到台式錄影的時候 我們現場觀眾 一人發一條目標 你只要一亂唱 我們就 對不對 這樣你就會得第一名 因為我可能會卡在一樓耶 我不敢上去 有這麼誇張嗎 好,克服自己的缺點 但是起碼你的唱歌很動人 謝謝 恭喜過關 謝謝 下一位 聽聲老師好 亞洲朋友大家好 我叫牛芳瑜 然後是乳牛的牛 然後 其實我小時候還滿討厭這個姓的 因為就是國小的時候 大家都會亂取綽號 但是現在就是長大了 就覺得 其實這個姓也有好處 就是 在你自我介紹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 欸,好特別喔 牛耶 對啊,然後還有甚至就是 上個月啊 我還有跟我爸爸他們就是 到某一間遊樂場 然後那時候他主打就是 動物性 一折 就一百塊就入圓了 然後我想要說 就是我今天站在這個台上啊 就是 因為我有一個夢想 就是我想要當歌手 我想要唱歌給大家聽 對,那我以前很害怕在舞台上講話 對,然後 可是我自從就是接觸了 就是賣手機這個行業 所以我就 比較不會害怕接觸人群 所以就敢站在這個舞台上 那老師 如果你們想要辦手機 就趕快來找我 對,可以送你保護殼啊 保護貼 然後還有鋁衝,車衝,坐衝 什麼都送給你,對 然後希望我今天可以過關 謝謝 聽起來滿誘人 送好多贈品喔 好,牛姐 牛姐要有自信啊 是 牛耳朵 你怎麼知道我同事都叫我牛姐 我不知道,我猜 我心裡學的 因為我是 因為你怎麼樣 因為我是倉管 他們需要貨都要從我這裡 所以我最大 了解 好值得喔 我們坐在這裡一分半 幾乎知道她的前半身 所有的一切 幫她的職業 我快要看你被主譜了我 好 好,牛姐好好唱個歌 好 唱什麼歌曲呢 張惠妹的簡愛 好,請開始 請 唱歌曲 我一直聆聽 我閉上眼睛 不敢 看你的表情 漫天流星 无穷无尽 我的眼泪 擦不干净 所以追寇不停 所以暗自反省 终于 我挣脱了爱情 把爱 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 有许多是 我觉得你刚刚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其实很可爱 就是你有很有趣的个性 但是你在唱歌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音色其实是好的 但是表演的时候就 稍微平淡了一点 那我觉得我是期望你在选歌上 可以再更有风格 有趣一点 比较像你的个性 所以加分题要好好把握 比较有趣一点 牛姐喜欢唱杯歌是不是 唱比较多 比较多 对 为什么 感觉你生活很快乐啊 工作也很愉快啊 感情不顺 那我选一首可爱的好了 没关系 你可以照你原来的想法 可是我原来唱台语歌耶 台语OK啊 台语很好啊 也是杯歌耶 其实没有关系 你看你自己有没有把握啦 因为我们当然这个反差 是因为你前面聊天聊得很愉悦 并不代表你不能唱杯歌 如果你台语歌 杯歌有把握 我们当然也是尊重你的意见 被评审建议加分题 选輕快、适合自己的歌曲 而牛姐的机灵反应 将会带来什么歌曲 征服评审呢 我的爱掉点滴 好 那这是杯歌还是快歌 輕快的 好 加油 加油 請开始 我可以想一下 我想一下要从哪里开讨 好 蛮有趣的人 好 好了 可以吗 可以了 你要从哪里开头 第十八二十八个字 预备 请开始 我的爱掉点滴 I'm so silly 童话情节的机遇 不在这里 白马王子在哪里 我想他只在故事里 I'm so silly 跳到不去脱牌了 你是在 等一下 你现在是落泪吗 你好情绪化 我需要心理学教授 呼叫心理学教授 帮他诊断一下 你怎么了 你怎么 你 你 妳應該哽咽了 很開心喔 本來以為自己過不了了是不是 我覺得我好像親骨醉人 但是我同事說我一定會哭 我就跟他說我不會啊 我跟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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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給妳那些建議 妳馬上就消化 馬上改了一首歌 而且還真的唱得不錯 這就是當藝人的本事 你知道嗎 有的時候會有很多突發狀況 對不對 現場直播 對不對 我有在聽 對 我明明是講好話 為什麼他哭得那麼慘 對啊 你讓他心情平復一下 因為他會 他會一直掉眼淚 調整他內大哭之類的 我怕會失敗 你不要一直拉你的褲子 太瘦了 不會 不會 很漂亮 很漂亮 謝謝 那帶著這一份喜悅 好好享受人生 恭喜妳 現在是名副其實牛姐了 恭喜 謝謝 謝謝 下一位 妳怎麼了 我要找媽媽 妳媽媽是不是高高瘦瘦 超漂亮 對啊 是不是叫陳三寧 對啊 在哪裡 媽 同學有事嗎 半路任老路 難道三寧公主要變皇后了嗎